好 另外来看的就是 位在南加州60号公路北侧 号称是全美最危险的路口之一 轮钢平交道的分隔工程 在经过长达两年 花费超过1亿美元 改建为地下道之后 最近正式通车了 根据统计这个路段 每天都有将近50辆的火车通过 完工之后交通安全将会大大提升 公交车冲破横幅 象征到高拉斯地下车道正式通车 而回顾改建之前 横向铁路承载着来自全美最繁忙港口 San Pedro发往全国各地的火运火车 常常造成堵塞不说还有安全隐患 因此两年的时间 上亿美元的投入 都是为了一举解决问题 但工程中最大的挑战 却不是工程本身 伴随老盖拉斯中学乐团 的响亮乐曲道路竣工典礼正式开始 盛盖博谷地区的民选官员 几乎全员到期 负责改建项目的 ACE建设委员会 荣誉壮街道手软 因为Nogalas的成功 不只改善当地交通 更是为盛盖博谷地区 其他类似路口的改造 点定了基础 Nogalas这段下沉市的通道 开通以后 预计每天都会有 四万辆的车流量经过 相信可以为之前附近 受修路影响的商家们 带来更多的商机 以上是东森新闻彭迪 唐孟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